因為我們之前有來一位 她其實算是應該是 事實出頭的一個 一個算是親手女這樣 她本身是在一個 私立大學教外文系 她跟她先生認識在美國 那時候她先生是在搞科技 那你知道其實 華人在美國滿辛苦 我們會有一種 留學生會有一種習慣 就是去到二手家具 然後把它整理整理拿出來 就自己在組裝這樣子 因為這樣會節省很多的 一些生活開始 很流行啊 在美國很多 對 很多就是這樣子 DIY組 那然後他們在美國 度過了那個生活之後 其實現在週年以後 他們就回到了台灣這樣 那老婆就在私立大學教書 畢竟人家也就是一個副教授 真的很有一個 是高白美的一個女性這樣 那先生就在一個上市公司 去當一個顧問這樣子 她還沒事 她老公也喜歡去二手家具 把東西拿回來這樣組裝 幹嘛等等這些 而且越堆越多 堆到她還想要再去買一個 一個倉儲這樣子 對 她老婆就開始擔心 是不是她老公呢 開始已經有輕度失智 那個囤積症了 然後她就囤積 那我們當然會請她先生 一同來 結果她先生來的時候 她先生就跟我說 其實我跟妳講 這樣子 為什麼 妳知道嗎 在他們的關係裡面呢 就變成一種互相的被動攻擊 她先生會有一種出口 她會覺得說 那就是我的興趣 我並沒有去干涉妳去旅遊幹嘛 那這個是我的興趣 對 所以有時候先生的那種改變 有時候太太自己 可能要想一下 是不是自己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也要去思考的 除了我們太聰明 會把他們搞到失能之外 我們是不是 他們也會有類似 真正這樣的狀況 就是太太自己本身的氣質 就是跟各位講 因為唯有男生看韓劇 他才能知道女生想要的浪漫 跟形象是什麼 對 口流底洞序現在都41 42了 選兵也39了 帥不帥 帥 帥喔 有辦法可以保持很帥 那這個時候 真的有賴老婆的力量 那就像Wendy老師講到 女生真的有點辛苦 我們看看就有三個星座上榜 很容易讓老公變宅男 第三名 水瓶老婆 水瓶老婆如果真的不愛妳 不喜歡妳 直接就跑掉了 我懶得跟妳說太多 可是她如果很愛妳的時候 妳是什麼樣子她都OK 所以她就很容易 所以為了 為了不要讓妳身邊的這個偶像 變成這個肥胖大叔話 所以她提醒 該怎麼做呢 水瓶老婆 可以用一個方法就是 不能太鬆 不能太鬆 不能讓她過得太鬆太幸福 然後給她警覺意識 那第二名上榜的在座有 我們來看第二名的星座 是處女 處女 事情都被妳做完了 因為處女有一種天性 就喜歡撿事情 妳沒做的我來做 那做做做就會造就出 老公很懶散 因為我老婆既然都會做 對 那我需要做什麼呢 那戀愛的時候 或許妳看到那個老公很勤勞 類似像No哥是火下牡羊 牡羊 我跟妳講婚前都很勤勞的 婚前都很體貼 牡羊又長得一張 很會天花亂醉的嘴 處女座呢 偏偏就愛聽浪漫的話 所以她裡面主是 物客的一個情侶 那我們來看 進入婚姻生活之後 這話都在也沒有了 處女座該做什麼事情 可以讓老公不宅話 可以 老公如果有一些什麼 稀奇古怪的理想 只要在能力範圍可以做的 妳就放手讓她去做 妳就可以防伴老公 好 那我就知道 晚就不要洗 然後牙線就繼續擺在那邊 對 這方條生物給她的意思 空間 大 對 然後記得她的甜言蜜語 無論一直講到老女 都要假裝 她好浪漫的感覺 這可以讓老公 可以得到一些快感 所以妳還是要繼續講 好聽的話就對了 會 我最近背了很多 好用功喔 那第一名呢 我們來看是什麼星座呢 是摩羯老公 摩羯老婆會有怎麼樣的狀況呢 相處久了 會把另外一半同化 摩羯的特色是什麼呢 摩羯很專注 摩羯嗜好不多 就很專一 所以摩羯有時候會變得無聊 所以她會希望老婆 老公啊 跟她有另外 有一樣的適合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妳就會把原本 可能很有趣的老公 就會造就出 無聊的另一半 那該怎麼辦呢 當摩羯老婆 妳對另一半的時候 妳要記得啊 對方做了什麼蠢事啊 說了什麼蠢話的時候 妳都要去適時地稱讚她 會讓她呢 覺得自己 達到自己的成就感 所以其實剛剛安格斯老師 其實她整理完之後 有沒有聽到一個重點 男生還是喜歡聽 被稱讚 被肯定的話 對 骨子也就是 像剛剛保倫醫師講 就是是個男孩啊 所以就是要一直鼓勵她 所以像我們那天 有一對夫妻朋友 就跟我們第一次一起去露營 然後她老公 從來沒有搭過帳篷 然後當我老公 才把帳篷丟出來的時候 她就說 會搭帳篷的男生好帥喔 她老公立馬就拿著鐵錘去了 那不是很簡單嗎 不是一開就開了嗎 沒有 現在總要自己盯的 要自己盯的 好厲害喔 所以不管什麼事情 不管男生女生 都是需要鼓勵的喔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從第二個部分來看一下 我們的男神跟大叔 到底有什麼差別 也就是他們的心態跟相處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男神的 對啊 男神當然就是一定是 很溫柔體貼啊 像Gentlemen一樣 非常的有禮貌 很Man 而且必要的時候 還會這個 拔刀相助挺身而出 對 那大叔呢 真的好懶得講喔 冷淡啊 冷淡 這麼嫌棄 對啊 你看 計較 這件事我是最討厭的 最討厭的 我覺得那個 一計較嘴臉一出來 就是顯得非常的沒風度 對 對 剛好耶 很虧縮 因為你知道我就是有一個朋友 他們其實 那一對交往非常的久 然後兩個有一次 我們就是也是一起出去 真的滿年輕的時候 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 然後呢就是剛好 旁邊的摩托車騎很快 水噴到他女朋友 就瞪了一下那個隔壁摩托車 那隔壁摩托車的男生 馬上就這樣子 擋他們 擋他們下來 就一直狂罵那個女朋友 那這時候你是男朋友 你在前面 你是不是就應該說 是你噴到我女朋友 對啊 你應該要跟他道歉吧 但是這個男生沒有 這個男生是一直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完全沒有要幫他 女朋友出氣的意思 還幫著罵自己的女朋友 說你幹嘛沒事 因為他可能有看了一下 對方的身材 差不多像NO哥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先 先忍一忍好了 可是我就覺得這樣很不Man 那男生會評估一下 你看劉律師跟NO哥對打 誰會贏呢 那時候我們就說不好意思 不見得 所以其實婚前跟婚後 真的有很多差別 常常有很多婚前 我們都會覺得說 老公真的好溫柔 好體貼喔 尤其像我老公 因為處女做的 他那時候追我的時候 我真的會覺得說 很貼心 怎麼會有這麼完美的男生 我真的覺得他很完美 而且他一個很細心的一個人 對 超會照顧人的 但六個月 四個分數是不是 真的 對 慢慢就展現他的本性 所以海君 是不是也跟我有共同的感受 他婚前的時候 會穿得非常非常的得體 對 真的 如果他是穿西裝的話 他就一定是穿襯衫 他絕對下 不會有那個夾腳拖鞋出現 然後到的 比如說我家 他會到你家的門口 然後在那邊等你 或者是你剛好在什麼店家 在那邊洗頭還是幹什麼的 他就會到店家門口 好體貼喔 然後讓店家看起來說 這個NO哥真的耶 真的好棒喔 什麼什麼 對啊 他很棒喔 什麼什麼 那時候男女朋友 真的 現在 比如說 我們現在都會 一同送小朋友去上學 上完學我可能說 我去洗頭髮好了 他就把我送到那個店家去洗頭髮 然後他就說 那這樣他要先去別的地方 然後還是說他就回家 我自己回家好了 我說好 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這樣 現在這樣子我比較自在了 對 因為他等你也會有壓力 對 而且是他自己說 他也要先回家了嘛 好 我說好 那我終於可以放鬆了 那今天原本是說洗頭髮 那我多出來的時間 我就可以弄指甲 然後或者是護髮 還是什麼的 誰知道 他給你來一招 在附近等你 是怕你去洗頭 不是真的去洗頭嗎 有可能 就是老的時候 弄倒開 而且我發現他 他變越來越老的時候 就是那種 對 真的有 就是很碎唸 同一個年齡層是不是 對 不准出門 然後出門報備 然後你真的有去嗎 他會打資訊給你很恐怖喔 他經過店家還說 他那天有來染頭髮是不是 對 怎麼染這麼久啊 好可惜喔 他會先問一下時間 套你的話 對 問那個髮型師 這對話真的嗎 所以是說 隨著年齡的增長 男生的心機 心眼也會變多嗎 陳醫師 我們把剛剛那個 男生跟大叔的對比拉出來看 你會發現 溫柔 體驗 忍淡等等 其實重點是在誰 你知道嗎 其實人是一樣 重點在 對 所以又是我們 其實你知道在 大家現在新冠病毒 大概流行 其實曾經也有人把 愛情當成一種病毒學 當你被感染的時候 其實你是眼盲 腦殘 所以你才會把那個人 看了那麼多的神話 南方也會因此的改變 包含以前不刷還不洗 不刷還不洗澡 現在一天洗三次 刷八次牙 因為都有可能 這叫 所以這個包含荷爾蒙的激情 到底能撐多久 其實就是你們婚前那麼愉快 到婚後小衝突 當你還在浪漫的激情的時候 可以修補你這些不愉快 浪漫激情沒的時候 你就要回歸到所謂的 也許回到親情 也許回到友情 所以為什麼人家會說 結婚久了 握老婆的時候 像左手握右手 因為一點感覺都沒有 就是自己的手 好過分喔 但這個部分我覺得就是 夫妻雙方 這兩個人都要一起來營造 為什麼你們冷淡掉 看你們沒有辦法講出 做出溫柔體貼 沒有辦法做出 那麼有幽默的一個反應 其實有時候 跟你們的互動有關係 那我舉一個 一直很熱情啊 對啊 我們說我要抱抱 然後我老公就說 小朋友在旁邊 不要這樣子啦 那不准耶 那我們是有聲叫啊 你知道嗎 沒有聲叫這樣很好 因為有一篇研究也是說 你從小就是要讓小孩 就是感受到愛 感受父母的愛 他以後可能也會 像朝這種方向前進 他也會有好的溫馨 千萬不要跟女生 討論親子教育 我們討論就好了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